哈哈哈 哈囉大家好 我是Harmu 好的來往我們的魔鬼靈召喚克羅尼科戰記 好 今天是3月22日快要換日線了 應該說快要12點了 好 所以說 活動快結束了啦 不小心按到 反正12點了一個活動嘛 區域活動吧 好 先來看一下吧 我這個不小心看了只剩八九千 夠換這個一萬 好可惜喔 這個就代表說十個五星的碎片 因為你升一個技能需要十個碎片嘛 所以這個很珍貴 那 沒辦法 沒換到 我就剛才把剩下把這個 四星三星給換一換吧 然後 卡池的話也要結束了 卡池要結束了 來看一下 就是這個卡池要結束了 你們看到影片之後是下午嗎 應該早上就修好了吧 隔天的早上就修好了 我只剩一個小時而已啦 我們台灣時間是 半夜凌晨一點 換日線這樣 反正這個都首推沙漠女王嘛 如果大家就是這麼說啦 大家都是這麼說 好 我們來看一下Facebook吧 看一下官方的Facebook 好 那那個遊戲跳出去之後就沒音樂 沒音樂也沒關係 快看一下 好這邊 這邊有個異常補償啊 會發到信項 我剛好領到 待會來抽一下好了 把這個召喚書抽一抽 來個十點抽好了 十點抽十點就剩 那三十點抽好了 好這邊有一個更新通知嘛 呃 點這個網址直接進來看 台灣時間的話是 早上六點到九點半 那我影片是下午發布的 那會有這些活動 會有這些活動 有的是維修後啦 有的是什麼 3月23號0點 我不曉得他0點是等一下嗎 還是半夜才來 好的 幸運兵狗要結束了 好 大概是這樣吧 大概是這樣 幸運兵狗也結束了是不是 這個我有一天啊 不小心按到reset 就是已經接近完成了 準備要拿這些紅寶石的時候 就按到reset了 其實這些獎勵你現在看起來都爛爛的啊 就是你大概玩一個禮拜之後 你就知道這些獎勵 的價值啊 好不好拿或是多不多 就覺得沒什麼用 好 沒了 沒了沒了沒了 這個就是要一直打那個 成長之路就可以拿到兩個 這個 這也是無限刷不過有時間限制 今天把這些要即將收我的任務給看一看 好 呃抽卡之前先來看一下我現在狀態吧 我今天晚上都在 練這個練鐵啦然後加工啊 我現在加工6練鐵5 練鐵5的話你就可以做這個傳說嘛 但是我先說啦傳說跟英雄就差一點點而已 沒有說差很多 他不會讓你說突然 你英雄變傳說就變超強 也沒有 也沒有 這是LV5嗎然後你去刷那個精英副本的話 就可以做這一把 可以做這把 我有拿到一個啦 我有拿到一個 這個我有拿到 所以我可以做 我可以做一下 這個我怎麼沒有 我應該有才對阿 我來看一下喔 我有阿 我要把它卸下來 我把它卸下來就可以去升到覺醒一星這樣 你看我這個是傳說嗎 這我剛剛做的啦 我剛剛做的 我剛剛就 做這些武器 然後那個 這些武器的主屬性都是固定的 我順便跟大家講一下好了 武器的主屬性是攻擊力 喔 然後那個 負武器這個魔珠的話 的主屬性是體力 然後這個是防禦力 耳環是防禦力固定的 固定的 然後剩下下面這三個就是隨機的阿 他就會不太一樣 有暴擊率阿 暴傷阿 你看他會不太一樣 他的主屬性就會去挑 就看你要什麼 就可以去挑阿 這三個是隨機的 主屬性是隨機的 當然你衝到傳說之後 你還要看你有沒有辦法開到三格阿 像這只有兩個阿 兩個就比較爛阿 這有三個就比較好阿 他就二到三嘛 然後這個 這個叫什麼 呃 磁條附屬性 這主屬性這附屬性也是 有點看臉 也是有點看臉有沒有 這也是要刷 反正就是這樣 這個遊戲做裝備 百分之百成功 但是他的那個 浮動機率 不是機率 他那個屬性跳得太大了 太大 然後那個 裝備的部分 像這個是 呃這個是送的嘛 這個金光之波手環 四件套 我現在換掉一件套 就是體力增加一千嘛 換掉就沒了嘛 因為要四件套 我就想說來換個這個吧 換個這個吧 這個是 女王之毒 項鍊 四件套的話是 魔尼體力加五百 三隻魔尼的話是一千五嘛 其實 魔尼比較容易死 因為魔尼很脆皮 有時候比 比那個我們召喚實在脆 因為我們閃避的時候 魔尼會 縮回來嘛 縮回來有時候會被那個boss打到 有可能被秒掉 然後做傳說的話 通常它還會需要比較特別的道具 我們來看一下吧 專業技術 比如說我剛剛想要做這個啊 我剛剛還想要做這個 做這個 這個 女之毒手環嘛 呃這個東西就是要去打那個 冒險之路的蜘蛛女王 還有那個討伐戰的那個 骷髏支配者 就要再去刷 這個沒辦法就只能再去刷 就是 這遊戲就是只能慢慢的變強 你不太可能突然變超強 就 一跨步就跨變得很強 就是你如果不慢慢變強的話 你沒辦法直接打很後面的boss關卡 所以我這個再刷一下就有了啦 這個再刷兩場就有了吧 我們待會來刷一下 不然我現在來刷一下好 順便跟大家說用一下我常用的組合啦 呃這邊45階段我應該是還不能打 因為45階段要32萬 32萬 我現在用瘋 瘋的小隊的話是28萬而已 我打14啦沒差 這個符文的話是體力啊 體力也不錯啊 這兩個是給你的奶媽跟那個 呃 肉盾用的 肉盾的話可以加體力也可以加防禦 然後奶媽的話 因為這遊戲大部分的奶媽都 他的補血都跟那個體力 自身的體力最大值有關聯啊 然後這個基本上掛自動就會過了 首先你的組合是這樣 就是 就是 你玩到這邊來你有沒有發現這些角色都是送的 沒辦法都是送的 就是光鳥一定要上嘛 然後 小仙子的話是輔助嘛 他可以加防禦啊加攻擊力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大家應該都知道啦 就 減少 減少敵人對我們 減少敵人的攻擊力嘛 降敵人的攻擊力啊 然後或是降敵人的防禦力啊 然後是增加我們的攻擊力防禦力 並減少攻擊力防禦力一個階段 這個這句話的意思有可能就是敵人對我們降攻降 降防的時候我們可以減少他一個階段 好像是這樣 我不知道我有沒有說錯 不太可能我們家自己防禦力又扣我們自己防禦力吧 那蠻奇怪的 就是有敵人會對我們使用debuff啊 我們把那debuff消掉吧 反正封小仙子應該是避戀啊 然後光鳥也避戀嘛 因為光鳥會補血加奶啊 好治癒 目標體力嘛對不對 就是跟體力有關係啊 然後你看 以45%體力復活一名成員 總之就是奶媽就是要上體力 我都還沒有去刷符吻 然後第三個位置就是你可以練這隻蜂貓嘛 然後還有這個沙漠女王嘛 沙漠女王 還有這個光亞馬遜 我現在是這三隻啊 就是我這個組合是固定的 然後另外一個位置是這三隻去換 那你想要怎麼用 好大概是這樣吧 那我們就自動一場吧 應該是會過啊 我們要打那個蜘蛛嗎 蜘蛛的腳啊 沒過的話就多刷幾次 我懶得手動 欸怎麼了 突然這樣 網路不穩 網路不穩 這個你也可以改啦 如果你覺得 你不要放這招的話 你就把它取消掉嘛 就只留補血啦 但我覺得還是自動好的啦 瘋貓好像可以 對Boss的話好像是 忘了它的效果是什麼 但是好像可以降防自己 死掉了嘛 沒關係啦 自動嘛 有時候就是會沒過 砰砰砰砰砰 好自動 光鳥是因為它是要本身肩負補血又加肉盾 然後它是光屬性 比較沒有被那個 沒有克制到然後體力上限 OK 然後沒有刷到腳嘛對不對 可惡 沒刷到腳 我自己刷好了 反正就是這樣就是這樣 你應該要先刷的就是 這個暴擊命中 跟這個暴傷 給你的輸出用 這個14我也可以過啦 14 它是那個瘋馬 所以我這個位置就會改那個火沙漠 改火沙漠之後我就要 再改個符文 那我符文還沒練滿 我都還沒練好 還是2266的啦 還沒有給它調整好 先將就一下 水火瘋馬 開始 等一下我這個已經到8萬了 克制之後剩8萬 就8萬 玩這個遊戲你可以手動啊 但是 既然要刷的話就是你要想辦法讓自動可以過 這邊要換一下 記得要換一下 不換的話 打不過吧 畢竟沒有克制會打不過 反正那個15的話要30萬 我現在還沒有到30萬 你看光鳥很危險 還好它沒死 把我們的火沙漠給復活 好光鳥要掛了 好光鳥要掛了 我這個組我的問題是那個 小仙啦 瘋小仙它是那個 風屬性 被剋 好差一點點 為什麼差一點點 因為一開始那個 卡住了 一開始好像換帳的時候卡死了 一開始好像換帳的時候卡死了 少那幾下有差啊 因為它會一直疊攻擊力有沒有 它一直疊 越來越痛 它一個懶鯉打滾就把我們弄死了 一個翻身我們就全部掛掉了 你看它這邊 壓得這麼誇張 它會一直加是不是 不知道在加什麼 還是那是我們上了debuff 我剛沒看清楚 好過啦 欸又刷到了 這個 這個是暴擊命中 就是 你盡量要刷14 就是12、13雖然會掉 但是我覺得12、13機率比較低 掉的機率比較低 所以你要想辦法刷14 刷14就是要20幾萬啊 25萬吧 25、26、27左右 像我現在把這個換過來 我現在還是25萬 25萬 裝備再換一換嘛 把全部裝備都慢慢換到傳說 這個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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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 就26萬萬了吧 我在想 大概就26了吧 我這個也可以換啊 迷霧的這個也可以去做 就是你每天要刷那個吧 欸我來講一下那個關卡好了 精英副本 跟大家講一下 這個迷霧監獄 的機制 如果你想要玩的話 我這邊有一下他的技能嘛 然後有攻略 這裡有一個重點就是 他們有拿斧頭的跟拿弓的嘛 那如果有一隻死掉之後 另外一隻就會爆走 變得更強 那你有可能被秒掉 這邊建議就是 對你們的組合要有人 要像我那種帶那個小仙子嘛 然後還有那個奶媽嘛 都要帶嘛 然後這兩隻的話 輪流打 打到HP大概30-40%左右 就是你們要有個默契就對了 不要先把一隻打死 然後另外一隻蠻絕 就會先把他打到30-40% 然後再去集火先把弓箭手幹掉 把弓箭手幹掉之後 剩這個拿斧頭的 他的那個攻擊範圍 比較近 你比較好閃 然後你們也可以放風箏 看他追誰 被追那個人就放風箏 另外兩個就打 就輸出 這樣就比較好過 當然如果你的隊友都30幾萬的話 那就是碾壓嘛 比較容易碾壓嘛 像我最近這兩天晚了 隊友都20幾萬的話 很危險啊 我們那個都會有人死掉嘛 死掉不能復活 就會打很久 打很慢 很危險 這個精英迷霧監獄大概這樣 如果你沒打過 或是你打過 你搞不清楚 他的機制是什麼 大概是這樣 你就抓到這幾個重點 慢慢消 輪流消他們血量 然後先把弓箭手幹掉 斧頭爆走的話 要去放風箏他 另外兩個人輸出這樣 我們有時候打到快死掉沒人的時候 所以是被追的那個人一直放風箏 一直跑 我隊友也是這樣做 好這個迷霧監獄大概是這樣吧 好今天就講了迷霧監獄還有我做了傳說裝備 然後還有剛剛那個打的那個 14階段的那個副本 冒險之路 用自動 用自動 手動當然可以過啦 15階段搞不好手動也可以過吧 我不曉得 沒事 我懶得手動 因為你有時候 有時候你不是想掛一場啊 你要掛10場之類的啊 主要是服務你要慢慢換 慢慢把張力拉上去 好那 剩還有點時間來抽卡吧 我把這個 抽掉吧 來抽有沒有瘋貓啊 因為我瘋貓想要練一下他的那個技能 這個是火屬性的啦 瘋貓再別的嘛 等一下再抽一下 我看看有沒有紫色的 沒有紫色我們就skip吧 沒有就一隻四星的 四星的是誰勒 哈格 好瘋貓性的 欸亞馬遜OK 因為我可以拿他的那個 不過他是那個瘋的話 我可能沒有吧 他是瘋的嘛 而且是new的那我就沒有碎片 看一下有沒有紫色 沒有我們就跳過吧 抽到五星你也不能怎樣啊 說實在的 因為你還是 得慢慢練上去啊 上拳祭司 他為什麼叫上拳 好有一個亞馬遜 這樣我可以稍微練一下 好水的一樣20抽 這邊就60抽 這邊就60抽 好一個四星 又是哈格 怎麼又是哈格 不過是水屬性的啦 他是幹嘛的我也不知道 好一個四星 好一個四星 這一隻是格里芬喔 好也獲得那個神秘啊 神秘啊 神秘 是10%吧 四星的話是90% 這邊 這遊戲光暗很難抽啊 你看光暗很難抽 機率超低 跟別人比的話 0.0013% 有夠低的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這麼低 好我現在身上的券 還有200抽 抽 抽到之後可以把我們那個 亞馬遜繼續 技能強化一下 技能繼續強化一下 這邊這個光 留著啦 留著 不要亂用 他自己的要留著 因為你覺醒會用到 只是再來要40片 我沒有那麼多 好 這樣其實他的戰力是有提升的啦 還沒練滿 還缺 5個 5個就是50片嘛 然後我們剛剛說 風貓的技能的話 這個啊 針對Boss的嘛 追加賦與攻擊力減少效果 他是針對Boss的 可以增加對Boss 然後光亞馬遜也是對Boss 那也是Boss 所以他如果單 如果你不是打小兵的情況下 那個 帶上亞馬遜的時候 你會發現他的DPS 很高啊 比我這個主角召喚師還要高 好 那我們就等改版吧 明天再來看一下改版的東西 我也不知道啊 到時候再看吧 好的 我是哈姆喜歡我的遊戲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點讚 開鈴鐺 我們下期再見囉 大家掰掰 我們下期再見囉